每逢5月到8月 荷花荷叶亭亭玉立 正值赏荷花的季节 坐落在新城乡嘉陵村的龙泉公园 约有1500平的荷花盛开 绿意盎然 清水公园里自行车道 在植物与生态中穿梭 放眼望去荷花绽放 景临着一片一片的稻田 转眼又接着蓝天白云 画面美不生收 画面多了一个新的拍照打卡景点 坐落在新城乡嘉陵村的龙泉公园 1500平的荷花盛开 玉立亚然 清水公园自行车道 在植物与生态穿梭当中 放眼望去荷花绽放 紧张着一片片的稻田 转眼又接着蓝天白云 画面美不生收 相当可立太表示 优美的环境 需要积极的建设 以及用机的维护 商量以来积极规划 项内环境的美化 龙泉公园是很好的范例 广大的荷花生 泰池植物范围 绿美化环境 公园设施改善 以及设施新建 也在继续规划当中 就是要为乡亲打造 最优美宜人 最舒适安全的生活 以及修行环境 荷花池 我们每年的午夜 到八月左右 是盛开期 那这个嘉陵村的荷花生泰池 我们公所几例来 给它整理整理 这几年吸引了很多的 我们的爱好摄影者 以及我们的乡亲 在免费这段时间 都会到清水公园 和荷花生态室 来做摄影 甚至来拍照 等于相同的活动 而且它长得非常漂亮 让我们北花莲的乡亲 不用到花莲的中期 甚至其他县市去赏荷 那就到我们 就近就到我们家邻村 来赏荷花 而且荷花生态 非常非常的美 很多爱好摄影者 都打电话跟李台讲 你这个生态室做得太好了 让我们不用到其他县市去拍荷花 希望潮起来给它维护下去 所以 和李台也接证地欢迎 我们所有花莲的乡亲 来到我们新人乡嘉宁村 清水公园 这个农前公园 到这里赏荷花 把你的照相机带来 把你的小孩子带过来 共同来赏荷花 近日休闲运动乡亲 入国的民众 外地的游客 不免会被这眼前的景色吸引 停下脚步欣赏拍照 晴天的上午阳光 眨下荷花朵朵开 画面捕捉不容错过眼界美景 也有喜欢摄影的朋友们 向于前来 让新车县楼群公园 成为最新的拍照打卡景点 记得终于先让步道